想为今年暑假留下难忘的回忆吗? 那就别错过2015语言文化研习游学 3月19日中午于师大举办说明会 介绍各研习团的课程内容 针对此活动在制度上的修改 国际事务处学生辅导资深专员陈嘉玲表示 本次讲座主要介绍美国华盛顿大学 与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前来与同学分享的SAF代表Mandy表示 语言文化研习大约三到四周 上午为英文课程 下午则是依兴趣安排艺术课程或户外教学 第二场语言文化研习讲座将于3月24日登场 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前来参加 公共事务中心杨尼采访报道